嗨大家好 欢迎来跟野蛮人聊聊泰国房地产 我是米奇 今天跟我一起去宴房 泰国买了房子 房子盖好了 遇到宴房该怎么办 业主是靠自己呢 还是花钱请专业的工程师去帮你验收 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集 花钱请来的专业宴房工程师 跟你自己验的话有什么差别 首先我要先声明一下 宴房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完成的 泰国人的一般 不管是他买公寓还是别墅 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自己去验收房产 但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比如说你买了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别墅 或者是竣工两到三年的公寓 甚至是二手房等等 泰国人通常他也是会愿意花一些钱 去请第三方人士来跟他一起同步验房 完成售房手续 但是在凡凡专专专专业 因為我們駆吃到這個餐廳 我們會說我們會保存房間 我們會保存房間 我們會保存房間 你會保存房間 如果你在生活保存房間 所以我們會保存房間 就是你付完全款之后呢 到了验房这一关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秋一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的买家他就是看了自己的房子 走一走看几眼 然后就签收了 我称它为三步点头验房法 我一般如果是有在场的话 然后看到这种情况 我都会忍不住把那些客人拉回来 说再重新验一下 就是会帮他们把那些水龙头啊 这些东西打开 然后看一下水管有没有通 看一下墙子拉 墙壁有没有裂痕 开发上送的家具家电 你都要看能不能用这样子 这样的正确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是装反了的 长这样子 你自己来验房 你可能看不了这种细节 冰装 冰装是啥意思 没不懂 这个结痕他们也不放过 是我自己愿的话 我根本就觉得没问题 我可能就是不管它了 还要它全部再重新沾吃胶 不要看到接缝这样 因为开发商的责任呢 它是按照你签订的合同给你交付房产 户型啦规定的材质 促销等等条款 把房子交到你手上 那验房呢是买房自己的责任 所以业主自己不走心的话 那你还能指望谁 对吗 这应该是那个压尿的问题 那个凝胶 他还觉得是 拉的可是很滑 不排除有的买家确实很细心 就是什么都看 看得很仔细 可是呢 真的是不少人 就是随便看几眼的那种 可能是每个人 对买房的习性不同吧 背景啊 国情啊都不一样 我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有可能 有的人啊 他买过毛皮房 然后他突然间来看 净装修的房产 对泰国的宴房 不是很有概念 不知道从何下手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 就会传达给人一种说 他好像是在随便厌厌的这种错觉 泰国本地人呢 他买了房啊 到宴房这一关呢 我遇到的客人呢 都不秋 就算是那种 第一次买房的客人呢 他也是会上网去爬文 说宴房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买房是人生大事嘛 所以呢 都会有备而来的来收房 至少宴房当天呢 都会带上这个充电器 就是去那边现场啊 去查查那些洞 有没有电 意思意思嘛 带一下 通手去的话 哪向验房 当然啊 还有一些催毛求吃的泰国客户 就是开发商怎么修 都呢 他都不满意 就是拖着不过户 就是animate菜 就是感觉自己很懂那种 也有那种人 那当然也有开发商的质量啊 就是让人想标张化 就是无法将就的那种 导致买方呢 三五成群的 就是结伴去告开发商 把开发商告上消费者保护法院那边的 这种案例也有 就什么离奇的情况都有 所以呢 作为房市里面的一名消费者 买这些房子 过户 如果不做好功课的话 不管是泰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罢 谁都有被坑的可能性 是墙壁的门 切成这样子 然后泰国的厌房服务呢 他有的是自由接案者 就是那种freelance 有的是公司 他的服务收费呢 是依照你买的房子的大小来收费 像这种freelance的报价呢 可能价格就稍微便宜一点 就是可能一次是1000到3000块这样子吧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呢 收费就会稍微更高 不管是freelance的还是公司呢 他一般都会提供那个厌房报告给你 那我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于选择公司来厌 然后他给这些报告呢 你就是可以第二次去厌房的时候 就会跟开发商做一个checklist嘛 去follow up 说是你的那些 defect 到底改的怎么样了 然后值得注意一点的就是呢 你找这些人来帮你厌房 也可能会遇到肯 比如说这个厌房师呢 他是否有工程师执照 是不是工程学系毕业 都不是这些 可能主要就是要看他的经验 就是要看他们过去的经验 有没有厌过跟你相同等级的地产项目 需不需要请人来帮忙呢 你就自己衡量 自己评估 就拿捏好自己的处境 这就是探索掌的封面 给我们用处理去看 把水平放上去回头 在这个环境没有 所以我们将是把水平放在天空间 和水平放在这样 他将能处理自己的主要 我们就用这个打感 就是把水平放在这里 他需要把水平放在里面 就是把水平放在里面 放下来 这下来会是跟风陨 没钊 有人在西埔 这里的话是有灯 这里打开的话是没有灯 厕所是弄得这么湿大大 我来验房怎么好意思把人家厕所弄得这么湿呢 泰国买套房匆匆忙忙 有的人过了户拿了房产证 就丢把钥匙给总介给物业帮自己打理 回国后呢好像会忘记说自己在泰国 还有套房子物业费呢晚交被罚款 水电费也不闻不问了也忘了 然后再回来泰国呢才发现啊电表不见了 去上物业那边去跟人家要电表 物业就叫你说去自己联系电地局等等 只要凡是有外国买家的销区啊都会发生这种问题 海外买套房子呢看似简单 但真正持有一套房产真的这么简单吗 泰国也好其他地方也罢 如果真的过不来 我建议还是看一些包租楼盘 或是选择投资其他的资产 因为隔山隔海 然后还有一些时差 如果完全指望地产中介 或是其他人来帮自己雇好房子 抱怀太高的希望的话 就会有失望 当不如愿的时候啊 就说泰国买房呢都是坑的人了也不少 说他是坑呢不如说当初自己没有看透 没有想通 当做是人的一种体验吧 如果已经踏上了泰国买房的这条路 我的视频呢也会坚定的陪你走下去 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对买房或者需要厌房的人呢多少有一些帮助 谢谢观看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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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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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